Hello, so又是一个星期 这个星期我们继续谈前列线 OK,今天我们会跟你讲说前列线总大的整个cycle 因为不会一下子就严重到要去吃药的 它有一个process的 so我先讲一些普及 像我们今天听到的前列线的问题 又或者听到社户线的问题 不管是讲说总大啦 前列线总大,社户线总大啦 前列线肥大啦,社户线肥大啦 都是一样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东西 OK,在医学里面 他们就叫做 前列线 增生 OK,叫做 如果你看英文的话 叫做 prostatic hyperpleasure so怎样知道这个增生是好还是不好呢 所以他们又有一个词叫做benai 也叫做良性前列线增生 来区别 你的增生 是良性细胞 是inert的 不会形成癌症 OK,所以今天我们来谈一下 这种良性前列线增生 它的process大概是怎样 我把它分为四种 我把它分为四种 OK,第一种 先花个鞋先啊 很不值哦 第一种 叫做尿很慢 你要小便 哎呦,这么小这样慢的 你可以快点吗 尿很慢 第二种 越来越严重啊 OK,我先来讲先啊 我们的 打个比方 这是我们的膀胱 OK,这个是我们的尿道 OK,这里是我们的 射弧线 我们的前列线 OK 当你的前列线越肿大的时候啊 它会往内挤压嘛 你原本的尿道是这么大的 你的part 你的part是这样大的 结果给旁边越挤越多 你的part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这个是 小到什么程度 就会影响到什么样的症状 OK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谈的 就是这个part的大小 所以刚开始你的part 没有很大的严重 严重了一点 你开始变到尿很慢 OK 第二 你就会开始 感觉那个尿 滴不完了哦 这是第二的stage 那第三 你会发现到 怎么我排不完呢 感觉好像一直还有尿在那边的 排不完哦 OK 那到第四 基本上是吃药了的啦 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其他养生方法了的 就是你要 你要 你要处理尿了 你要处理了 你要处理你才可以尿的 OK 所以这四种 都在乎你的这个前列现在肿大有多严重 然后你的尿到已经被挤压到什么样的层次 我分为这四个 OK 所以首先我们先来讲尿很慢 简单啊 这个很容易讲 今天如果讲说你有个当地在这边 你有一个pipe 正常的pipe 你正常的流 可是今天你突然在这个pipe那边 拿一个rubber bank跟它竖起来 它尿了出来就变到比较少了 对吧 可是它里面的尿还是会排干净的 里面的水还是会排干净 因为你没有完全关到它完全漏不到水 只是你关了一点点 所以它的水量会比较少 可是它的尿还是会排完 这个是第一部分尿很慢的人的症状 它不会讲尿急 也不会讲尿瓶 也不会讲感觉排关都没有 什么都正常 只是讲可能你去上厕所一分钟搞底波 可能要两分钟三分钟 这个是第一个stitch 我来跟你们讲说 尿很慢的人基本上 你要讲分别 像以前 像以前 我们每次要上door 对吧 我们去door 不是有些时候塞车 一下雨塞车 晚上又很冷 在那个车里面很冷 所以你要冲去小便的时候 排长龙 在那个door那边排长龙 你快点快点到我了到我了到我了 你看到那种年轻的人 小便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有那个裤子脱下来的声音 或者拉裤子的声音 然后那个拉链的声音 然后就马上 你感觉到那个小便 小进那个马桶里面的水声 很大声的 然后你听到比较老的uncle 也是一样裤子 没有什么力的哦 要等很久的哦 为什么呢 他的力是 之前的那个年轻人是射进去的 老了的话 是流进去的 这个是差别 从声音那边你大概听出来 那个人尿的快还是尿的慢不慢 我来再跟大家讲个故事 我是什么时候发现到可以用这个声音来辨别的 我以前有个同学 蛮好的同学 所以我们考试嘛 诶考试要考两个半小时的哦 一个paper 哇 然后又很 就是那个问题很复杂 就是这样 你要做到完为止 你做不完你去小了便你回来又忘记掉了哦 然后又很冷啊 又紧张 重点是紧张又冷 晚上又睡不够 因为要临时放过脚嘛 所以每次都是考完了 然后全不能排到厕所的 所以年轻人啊 大部分的人都是 Zip 就只有我这个朋友啊 很慢的哦 很慢 很久 可是他本身虽然慢虽然久 他小便的次数还是一样的 就是讲我们每次啊 可能讲 每一次一天上课里面可能去两三次 他也是去两三次 他排尿的次数是一样的 只是他排尿的 所需要时间比较长 这个就是第一点最重要的东西 OK 你排尿的次数是一样的 可是 只是时间不一样 时间比较长 你没有讲说递不完的问题 你也没有讲说 小了过后你会很容易尿频也没有 全部都一样 只是时间比较久 这个是第一个stage 这个是你要担心的第一个stage 先从你小便的身影听 好像我以前尿机啊 我一开我一开当 就出来了的哦 现在好像没有这种感觉还是很慢的 你已经有这类的问题了 OK 也有可能你是旁观无力 如果你年龄比较大 或者你还很年轻 你已经不可能有胜负线变大 你可能是膀胱无力 也有可能 这个是另外一个possibility 这是第一个stage 讲到第二个stage 尿 递不完 我的妈妈的朋友有讲过一个笑话 我给你们猜 给你们猜 上厕所之前 就是去上厕所之前啊 你们猜一个笑话一下 你上toilet之前 你们猜一个成语 你们猜一个成语一下 去上厕所之前 你们猜一个成语 OK 你们可以在comment那边写一下 我看一下谁有听过这个笑话 OK 上厕所之前猜一个成语 答案是 摇摇领尖 摇摇你的领尖 OK so 我之所以讲这个笑话 是因为 男孩子 上了厕所过后啊 so我们最多是讲摇一下咯 对吗 摇一下 又或者是跳跳一下 基本上就OK了 就是完全干了 就是没有那种递不完的感觉 就是OK了 就是可以 底部可以穿回来了 没有没有事情了 可是 有这类递不完的人的问题就是 他可以是摇了 他可以是跳了 可是他还要挤一下的 他还要挤一下的 然后他要等一下 它才会滴完的 OK so 而是很明显的 就好像你小猫 小猫 小猫 你摇了一下 他还是 他还在滴 东西还是没有流完 你要你要再去挤一下 然后他才会正式干净的 所以这类的人他可能会讲 没有啊 金龙 因为我的薄皮比较长 所以我的薄皮遮住了龟头 所以那个尿美是会滞留在龟皮下面 所以一定要挤才挤干净 不是因为我有前列腺的问题 OK 可能 可能是你的薄皮太长 那你要怎样 confirm 你是不是在这个第二个层次呢 打个比方你是太太的话 你怎样知道你老公有没有前列腺的问题 OK 从他的底裤看 他的底裤会不会发臭 这个是关键点 为什么咧 因为啊 就算是 如果你真的是有滴不完的问题 就算你觉得干净了过后 你再把底裤拉回来 你会感觉到一拉进去那个时候 好像有几滴尿露出来了的 你有那个感觉的哦 而在我们的底裤里面啊 哎呀底裤讲话 啊 perfect perfect 就是这样子话 当你小便的时候啊 你这边有尿液吗 我们的尿液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我们的尿液里面有 尿素啊 Urea啊 对吗 尿素 Urea 我们有尿酸啊 Urea Acid 尿酸 我们有 Cretinin 干酸 Cretinin Cretinin OK 这些东西 是好料来的咧 它是我们的身体经过了 分解过后 所代替出来的 营养素咧 所以 所以对于细菌来讲 哇天堂 哎哟 而且还是稳稳的咧 对吗 最好的方式了 又温又是温热 又潮湿又温热 又有这么多的营养蛋白质给我 哪里谁不喜欢 细菌最喜欢的 所以细菌就会来这边 滋生了 滋生了它会死掉吗 因为你毕竟你每天走上走下 然后你又有晒太阳又冷气 可能它死掉了 里面的细菌 死掉了就会发臭了 有一些人因为这类的问题 会导致它的 生那个 霉菌 在那个营囊那边觉得很痒 也是一样的原因 OK So 你可以从底褲那边 跟你会不会有 感觉骚痒 异味来感觉 你是不是在第二个层次了 OK So 包皮不包皮其实不重要了 你直接看底褲 会更直接一点 OK 第三 排不完 OK 我来打个比方 像我们 OK 我很喜欢吃番茄酱的 我很喜欢吃番茄酱 我吃什么东西 我像有些时候 鸡蛋皮番茄酱我也很喜欢 Nugget Potato 虽然不健康 可是有些时候我看着人家吃 我要吃 我一定要有番茄酱 我很喜欢番茄酱的 我不懂为什么 So 你看 我们有时买那个番茄酱 OK 一定要放在冰煮 凉凉的番茄酱 OK 打个比方 这个是番茄酱 它是满满的番茄酱 OK 它的瓶口是这样大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开盖 给它自己留的话 它可能会留到大概是 可能留到 10% 对吧 剩下10% 它可能就留不出来了 因为没有力了 之前它上面有很多的重量 把它推下去的 现在推到剩10% 它就不会留了 OK 我们需要 摇它 番茄酱才会出来 OK 所以我来打一个比方 如果讲说今天我用同样的番茄酱 可是我的瓶口很小罢了 我的瓶口很小罢了 这个瓶口很大 这个瓶口很小 你觉得我同样给它开这样子留 它会留到10% 不会的 它可能留到60%罢了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洞口太小了 它的那个力道要更大 它才可以排出去 可是它的力道不够 所以它只可以留到60% 它就停了 所以当一个排出口越小 越小 残留的东西越多对吧 一样的道理 这部分的人 基本上它的前列线总大 已经到了一个层次了 OK 前列线已经到了一个层次 它已经把它的出口压到很小了 可是你本身的膀胱又没有那个特别的力量 把这些尿给它挤出来 所以我怎样办呢 你就每次会有感觉 我明明小了过后 其实你的尿没有排完 它有很多在里面的 可是因为你的洞口太小 它排不完嘛 这个就让你感觉到排不完 从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urinary retention 没有错的话 叫做尿自正 尿自停止不前的字 尿自正 就是讲说你怎样你都觉得 我的尿好像没有排完这样子 一个道理 这个就是排不完 排不完的 当你到了第三次 这个standard的时候 它跟之前的差别是什么 这个是排不完 这些是排 这个是排完了 这个也是排完了 只是还有一点点它没有滴完 就差一点点罢了 这个是完全排不掉了 你看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这部分的人 基本上它会有尿频的问题 尿急的问题 或者夜尿很多的问题 打个比方 可能讲你今天你去驾车 驾车 你的油缸是5L的 5L的油缸 又讲番茄酱又讲油缸 5L的 然后你这个会去掉你的engine那边 可是因为你本身的 本身的那个 这个engine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你每次一定会流到 可能完全没有油了 完全没有油了 连你才会去打油嘛 对吧 另外一个 另外一辆车 它有问题哦 可能它在这边的 倒被block掉了 OK 它每一次 它只可以用到4L罢了 它还有4L在那边 它只可以用到1L的油 这个可以用完5L的油 这个一天打油一次罢了 它一天只要打一次5L的油 可是这个车 因为它只可以用到每次只可以用1L 它一用到了4L它又要再去打油了 这个每一天它打油打一次 这个每天打油 然后打5次哦 从一次变成5次 这个就叫什么什么 这个叫做尿瓶 frequent urination 当你的车很容易打个底方 你现在很容易用到4L吧 所以你的在打油的时候 很容易不小心打过头 这个是打5L 这个打1L 你打油头一开一下 一下子就过了1L 所以你很容易尿急 如果讲说刚好 你很喜欢喝咖啡 很喜欢喝茶 刚好你去跟人家吃酒 放了很多味精 你喝了很多的糖茶 糖茶啦咖啡都是利尿的东西 所以你晚上 因为你吃晚餐吃宵夜嘛 你晚上又没有机会排尿 你原本就是4L要满了的 本身有问题吗 你又喝了这些茶利尿的东西 尿真神的就更快了 这个水未必是你喝的水 这个水是你的身体的细胞 把水排出来 从你自己的细胞里面 把水排出来 因为你喝了这些咖啡 婴儿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有感觉很多的 夜尿的问题 所以有夜尿的人 你不要喝咖啡 你会看到先 你会先看到一部分的改善 OK 所以这个就是重点 它的key在哪里 这类的人都会有尿瓶 尿急跟夜尿的问题 怎样小变得好像都小不完 这样子 OK 第四 出力了尿 或者讲说 好像你想 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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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是在这类的人 就是讲 如果你没有假设性的触点力的话 它的尿会停的 这部分的人基本上 已经是看医生了的 因为你已经知道你的问题了 我小便突然会停的 我都没有试过 从小到大都没有 你这部分的人 大部分都已经是求医了的 医生也一定会给你很多的方式 给你吃药 给你等等的 为什么呢 我来给你们打个比方 这个是你的当鸡啦 如果你的当鸡的这个水 因为你这个完全疯掉了 我们刚刚讲的嘛 这里的前列线 越来越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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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你的这个水管越来越小 今天你的水管完全不可用了 你的当鸡的水流在那边 一直流不出来 它会这么生蚊子 对吗 肯定生蚊子的 那在人里面 当你的尿太久的时候 尿都是酸性的东西 酸性的东西会变什么 它会结实的 这个就是bladder stone的一个原因 叫做膀光石 膀光结实 可是你又一直要尿 所以你一直处理尿尿尿尿尿 可能会伤到自己的尿道 所以它也可能会从你的血里面 看到有点血尿的问题 担心吗 你看到尿里都怕了 如果讲说你的膀光排不了尿 我们的身体很聪明的 那个肾脏讲 你的尿 你的膀光都满了 我的身没有办法给你过滤太多的水给你老火 所以会怎样 我们的身 也会 暂时先把水 累积在这边 这个在西医里面 就是所谓的肾脊水 肾脊水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是先从 肾脊下手的 因为肾 足膀光 人家讲说人家膀光游力是什么问题 肾脊的问题 我们讲说五脏六腑都是以五脏为开头的 只要你的肾好 你的肾可以排血排得好 你的身体的整体的气血运行到旺盛 膀光游力 你的前列腺不会有 我们这个明天再来讲 为什么 是什么导致前列腺会增生 从中医的角度为什么会增生 那我再来探讨这个 OK so anyway 这个就是这四个方法 你要很慢 滴不完 排不完 跟你要出力 你才可以小便 我跟你们讲的这个总结是什么 是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会问 这个问题 可以不可以资本 还是只是资标资本 你都不了解什么叫标 什么叫资本 我跟你讲 你也不了解 什么叫做资标 什么叫做资本 今天你到这边突然间医生给你吃个药或者开个岛 你马上变到这边 完全没有一个process的 这个是资标 如果今天有人家给你一个方法去调理 你会慢慢尿不出力 开始可以自己尿了 只是感觉排不完 还是会有尿瓶跟尿急的问题 突然间你觉得我没有尿瓶跟尿急的问题了 只是还是滴不完 底库会臭 然后慢慢你发觉到 都OK了 只是我小便比人家慢 你是这样子越来越严重的 你也会有这样子的方式越来越好回来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资本 OK 所以希望你了解了每个standard 你大概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每一个问题从养生的角度都有方法去解决 我们过后几天我们会再来去看 像是 我们也会再看一下西医他们是讲testing你的前列线问题的 像尿很慢 他们有个machine是叫你尿在机器上面的 然后称那个重量 然后称了那个重量就知道你的前列线的问题 OK 所以我今天讲到这里 22分钟了 最后一样 还是要做回我的本行 OK 所以不管你今天的任何的问题都好了 人体都有自身的修复能力 OK 在没有西医 没有中医 没有草药 没有任何的药物之前 没有任何的医生之前 人体是靠什么可以活了两亿万年的 都是我们人体的治愈力 都是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可以根据环境的威胁 去增加自己的免疫力来去对抗它 所以人体本身的气血 从中医的角度 或者本身身体的免疫能力 才是你真正要关心的东西 OK 像现在COVID-19 很多人讲要吃Vitamin C 吃Vitamin C 吃Vitamin C 对 吃Vitamin C可以好 可是前提是 你的身体本身原有的免疫能力 好不好 那从中医来讲 就是你的气血好不好 你的精神好不好 你的睡眠 你睡得睡不睡得着 就算你吃了很多的水果 很多Vitamin C 很多的KAL 很多的有机蔬菜 你的身体的消化能力 有没有办法去吸收这些Phytochemical 重点 所以 这个产品 就是一个贴片 在贴片后面罢了 名字叫做X39 它会增加你身体的干细胞 还有提高你身体的气血 这两点就是增加你身体免疫能力的重点 第一 是先把你的整体的气血增加 还有 把你身体的干细胞增加 干细胞你们就去找什么叫做干细胞了 OK 不需要吃药 不需要打针 也不用每次吞跑件产品 也不用买太贵的有机菜 其实我们身体 你吃有机跟吃不有机 重点还是看你的消化的 OK 只要一个贴片 就算贴在衣服上面也是有效果 只从530块钱开始 OK 530块钱是用一个月的量 OK 你买越多当然就越便宜了 可是你们先从一个月开始 一个月里面你们多多少少 就会看到你们的身体 正在往对的方向发展 我很强调方向这种东西 因为身体的治愈能力需要时间的 你今天在这边 你不可能一天可以到这边的 能再好的产品 再好的中医 再好的医生 要帮助你 他还是要走过身体 真正要走回来的路 产品也是一样 OK 我们都讲方向 第一个月你会看到 那个修复的方向了 所以我的号码是016 4025 803 OK 我的名字叫景龙 所以有问题可以联络给我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MCO 拜拜